在阳台种植瓜果类的蔬菜 开花结果的时候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 盆栽泥土的养分是否充足就显得特别关键了 大家好,我是小草 今天准备添加9种物质来给瓜果类蔬菜配土 首先在种植箱的底部垫上一层晒干的藤蔓 配土前先撒上一层生石灰粉 撒一下菌 我这个主料是粘子壳 还有一些泥土 粘子壳和泥土 我都已经暴晒了好多天了 然后再将腐熟好的两桶鸡粪到了里面 添加粘子壳在里面 不仅可以起到疏松透气的作用 腐熟后又是很好的拧甲肥 我们添加鸡粪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将鸡粪腐熟发酵好 再添加进去 我这两桶肥料 一桶是发酵好的鱼肠肥 一桶是厨于垃圾肥 瓜果类的蔬菜早期长叶片和藤蔓的时候 是可以撕少量的淡肥的 弄完之后再给它撒上一层生石灰粉 然后搅拌均匀 瓜果类的蔬菜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 就不能给它撕蛋肥了 就要给它补充钙磷甲的肥料 搅拌均匀之后再给它撒上一层草木灰 草木灰不仅可以杀菌 还是很好的磷甲肥 然后再将发酵好的鸡蛋壳粉 全部撒在里面 鸡蛋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钙 鸡蛋壳粉里面的钙元素和钾元素 可以起到促进开花做果的作用 再将发酵好的鱼肠肥也撒在里面 鱼肠肥含有丰富的钙磷甲 特别适合种植根筋瓜果类的蔬菜 全部搅拌均匀之后 再给它撒上一层生死灰粉 生死灰粉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配涂的时候给它撒上一些生死灰粉 可以很好的杀死里面的一些病菌 和一些藏在泥土里面的一些虫暖 这样后期蔬菜在生长的过程中 就会减少很多虫害的发生 我们在楼顶盆栽种植瓜果类的蔬菜 泥土一定要疏松透气肥沃 楼顶盆栽种植植物的根系生长空间受限 不像地栽植物根系榨的那么深 盆栽植物对养分的需求相对来说就要大很多 在楼顶种植瓜果类的蔬菜有几个优势 第一楼顶通风好光照强 瓜果类的蔬菜大部分都是向阳蔬菜 这恰恰是它们所需要的 全部弄完之后呢 再给它撒一些用红糖和酵母制作的那个发酵菌液 把发酵菌液的好处呢 是可以促进这个粘子壳快速的发酵腐烂 然后再到上面盖上一层圆土 最后呢再拧一遍那个发酵菌液 整个配土过程就算完成了 过个几天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栽养苗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